看看新闻网 直播出来 这好像有点太拼了的节奏吧 去看一下 是的 就是她 这个不消停爱出位的小树胜 11月26号 闪出了自己微整形的视频 大张旗鼓公布视频 也确实为她博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可想想怎么有点凄凉的感觉 试问这样的炒作手段 又有哪个当红女明星会用 面对整容话题 谁不是避之不及呢 可到了肖书胜那里 就成了求关注的最后一根稻草 身陷牢狱后 人气口碑大跌 选择今年再次付出 肖书胜很显然是希望 再次形象重返娱乐圈 但是奈何娱乐圈内 大浪淘沙 辛老更替 为了再度出位 肖书胜只能靠一些 惊悚的新闻重回大众视线 例如公开自己的隐私 阿丽3年7月 付出不久的她 做了妇科手术 镜头前她大谈身体的痛楚 由光光的素颜 并仿重的生活 此刻的肖书胜 哪里还有光鲜亮丽的明星范 但是这样的她 上了娱乐版面了 所以她不在乎 而今年6月 她在接受访问时 也不忌讳地 拿自己的不看望 视作消遣 自己伤疤她也不在乎 一切只为增加曝光率 刚开始我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我洗澡 跟我上洗手间 就是大家一直看你 就是盯着你看 赢得了敢说敢做的勇敢形象后 肖书胜的再次大规模曝光 竟然是因为纪念7月2号下午 精神恍惚 在自家阳台椅子跳楼 面对有图为证的自杀事件 肖书胜如此解释 利用精神状态反反复复的炒作 也只能落得一片质疑声 要说肖书胜影响豁得出去 所有的间缺在她面前 统统不是个事 或许对于如今的她来说 想尽办法博眼球 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习惯 因为如果没有关注度 她连生存都有问题 硬着头皮博出味 也许是她唯一能做的 那如果我不做这一行 我能干嘛 我还能做什么 毕竟肖书胜曾经红过 对她而言 挥不去的是掌声和赞美 是一片繁华的光阴 那些残留的美好 让她心中还存有一次次幻想 以及一点点自负和傲气 我肖书胜回来了 我一样还是女生 只是看着现在的她 千言万语难以出出口 只好怀念一向 曾经打动很多的青春 我是未满18岁的 宇宙超级美少女 失去的光阴再也回不来 这个客人只能留在回忆中 而未来还需努力 留心内地 综合不道 她自己选择的道路和方式 就要承担那份辛苦 就祝福她吧 嗯